第一步把装有韧体的机卡放到相机中 就像平常一样开机 在Menu中的设定五分页 最下面一栏韧体 就会直接写出目前相机的版本是1.7.0 点进去后就可以看到相机和镜头两个选项 是因为我现在是有装着镜头的 如果把镜头拔下来就不会有这个出现 反过来说如果要升级镜头韧体 也是用一样的方法 点选相机确认升级 接着就会调到英文画面 Framware Update Program 在这边是没有触控功能的 全部要借由按钮来操作 选择记忆卡中的韧体档案 181.FIR 点选OK后就会开始升级 大概要几分钟的时间 但就是切记 不要因为镜头条看起来都没有动 就尝试关机把电池让它断掉 它其实是有在动的 只是一开始会跑比较慢 升级完成后 它会停留在这个画面 告诉你已经从1.7.0的版本升级到1.8.1 再次进入设定当中 就会看到升级后的版本了 前置步骤还有一些技巧和心得 我目前用EOS R6 工作拍摄或是出游 都是用UHS-II的记忆卡 但是如果要做任体升级 我有特别准备一张便宜容量小的记忆卡 就是专门来做这件事情 目前我是用实权Classical 32G中最阳春的记忆卡 大家选择的时候就可以找这种记忆卡就可以了 除了帮相机镜头做任体升级 我其实还会拿来帮主机板做BIOS的升级 因为它们的属性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特别独立出来一张 其实才几百块钱 对于平常工作上真的会方便很多 也可以避免格式化错记忆卡的问题 而UHS-II的记忆卡比较贵 它们就专心作为储存工具就可以了 而在记忆卡的档案格式方面 要记得把它格式化成Fate32 这也是我干脆独立出来一张记忆卡的原因 因为刚刚说了属性的部分 BIOS和相机都是要用Fate32的格式 而会遇到主机板跟相机 同时需要去升级任体的这个机会 其实非常低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遇到过 而且即便真的遇到的话 它们占用这个记忆卡的时间非常短 其实就十来分钟而已 就这个推荐真的可以直接使用 推移下来的记忆卡 老的记忆卡 或者是直接买一张很阳春很入门的记忆卡 来做这样的事情 单独独立出来会方便很多 因为我懒得去Canon的官网里面 慢慢找各种信号 然后再去找出它的韧体 我是直接Google EOS R6加Brandware 这样的关键字 就可以找到官网的下载页面了 找到最新的版本 找到适合自己的作业系统 以MacOS来说 下载下来就是一个DMG的档案 然后把DMG打开 单独拉出里面的.fir档案就可以了 然后推到刚刚讲的格式化过Fed32格式的记忆卡里面 刚刚也有提到 在升级任期的过程中 千万不要关机 当然也要避免电池没电的这个问题 所以在设定5的同一个分页里面 你可以找到电池的资讯 在这边可以直接看到电池的型号 电量 快门次数等资讯 我们就是确保电池有足够电力在执行 基本上我们就是充饱电在做 理论上是没办法 但实际上是有操作空间的 首先就是用目前版本或更新版的韧体 步骤就跟前面都一样 接下来要仪器合成 到这个画面按下确定后 就要马上打开电池藏然后断电 这不比较关键了 那后面就正常速度运作就可以了 将记忆卡内的档案换成旧版的韧体 或是你直接准备两张记忆卡直接交换 接着就是让机器读到旧版的韧体 那这样就可以降级成功了 最近实权也推出了UHS-II的记忆卡 那同样是标榜可以到300MB的速度 我目前也在测试跟尝试使用当中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们之后的评测文章还有使用的状况 另外我还有一张实权的记忆卡 我是固定把它拿去搭配跟UHS-M0使用 已经使用了几个月了 那因为它是UHS-I的规格 所以价格比较便宜 那就直接上到256GB的 要请您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